发明水泥的人真是个天才 如果没有水泥 现代城市的发展与进步将无穷弹起 那么水泥到底是什么呢 它又是如何制造而成的呢 实际上水泥是由石灰石、粘土、石膏和其他辅助原料经过混合加工而成 这些矿石原料通常从矿山中开采出来 随后运输至生产基地 在那里种多原料按照一定比例进行混合 然后通过破碎机和研磨机将混合后的原料 粉碎成细小的粉末 我们称之为生料 而一旦混合比例出现丝毫偏差 生产团队将立即调整石灰石与粘土的比例 以确保每一批水泥都能符合颜柯的标准要求 随后 这些生料将被送入巨大的旋转窑中 经受高温的断烧 经过这一步骤 生料得以蜕变为坚硬的熟料 从窑中取出的熟料 经过高效冷却器的迅速降温 其温度被控制在约100摄氏度 随后 这些熟料被送入磨矿机 经过精细研磨 转化为细腻的水泥颗粒 这一过程不仅增大了水泥的表面机 更激活了其内在的化学活系 经磨矿后的水泥粉末 通过添加适量的石膏 可调控水泥的凝固时间 并增强其性能 在实际使用水泥前 只需加入适量的水 并与骨料 沙等添加剂混合 即可形成坚固耐用的混凝土 然而 你可能还会好奇 为何在某些情况下 人们会在水泥中加入白糖呢 这其中又隐藏着怎样的奥秘与智慧呢 实际上 白糖的加入并非为了增加水泥的甜度 而是作为一种缓凝剂 以调节水泥的凝固时间 在建筑石工中 适当的缓凝作用 可以确保护凝土在胶筑后 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停整和定型 从而提高石工质量和效率 那么 你觉得水泥还能加什么呢